这是金融市卫生局协同裁判处与警方联合稽查的情况 在中央发布非洲猪瘟警戒后 金融市政府方面立即进行联合稽查 结果发现有月籍配偶自行购入含猪肉馅的肉饼 金融市卫生局长吴泽成说明裁验结果 这两个我们就移到了动保所 他会送到中央去做核酸检验 8月27号出来的核酸检验 AASF的核酸检验它是阴性的 所以这个肉饼基本上是阴性的 金融市政府方面也在8月23号展开东南亚食品业者稽查专案 到8月25号为止 针对肉品输入贩卖及加工厂团购等肉品来源与标示 共稽查了4524家次 并没有违规情况 参观处方面也呼吁民众 有不明来源肉品千万不要丢进厨余桶 可以提交到动保所统一销毁 来源不明的猪肉 那它可以送交到我们金融市的动保所 那由动保所这边来统一做销毁 那切勿不要把这个来路不明的猪肉丢到厨余桶去 至于新冠疫情方面 金融市长宁昌表示 金融已经连续20天零确诊 疫苗施打率也快突破5成 不过他还是提醒疫情并没有消失 民众一定要做好个人防疫工作 疫情现在虽然是趋缓 不过疫情并没有消失 所以还是要呼吁大家 现在还是二级警戒期间 那大家还是要做好自己的防疫的 个人的安全的防疫的工作 那市政府这边也会在各个景点 还有包括我们的夜市 庙口等等加强的宣导 根据卫生局方面统计 金融市第六轮施打高端疫苗 到8月29号为止已经有7307剂 第七轮预计从9月3号起施打A例 到8月31号早上为止 也已经有9500位民众预约 目前金融疫苗施打率已经达47.1% 继续朝突破5成迈进 记者张祈腾金融报道